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已就此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针对美国卫生部长计划访台 中方敦促美方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型号 持续启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头条新闻聚焦贝鲁特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4号发生灾难级爆炸 报道指目前有至少100人丧生 4000多人受伤 另外据报有多人失踪 当局预料死伤数字还会进步上升 黎巴嫩总统奥恩5号表示 将尽快调查大爆炸的真相 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快对黎巴嫩提供援助 在5号早上 发生大爆炸的贝鲁特港口区 仍不断冒出浓烟 直升机投掷水弹 防止死灰复燃 贝鲁特市长形容 现场仿佛战场 港口周边的建筑物没有移动是完整的 停泊在码头旁的一艘船只更加严重损毁 当局调派大型机械 协助救援人员在港口废墟中搜索失踪者 但当局指很多尸体被埋在瓦利下 预料死伤数字将进一步上升 这次爆炸波及半个城市 贝鲁特主要街道布满碎片及车辆残骸 建筑物的外墙被炸毁 有倒塌危险 贝鲁特省长表示 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发生后 造成至少10名救援人员遇难 多达25万人因房屋受损而无家可归 各机构正为受影响的灾民提供住所和食水 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就呼吁当地的美国侨民 要戴上口罩 以免吸入有害气体 爆炸也造成多国公民受伤 在当地参加维和任务的 21名孟加拉国海军士兵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危重 由于伤者太多 贝鲁特医院人满为患 部分受轻伤的伤者 要在户外等候治疗 有伤者形容 爆炸发生时一片惶恐 黎巴嫩内政部长说 爆炸可能是由自2014年 存放在港口仓库的大约2750吨硝酸案引起 另外有报道指 可能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防盗烧焊工程时 引发火花 导致爆炸 以色列和真主党早前已否认与爆炸有关 总理迪亚布发表电视讲话 指当地陷入真正灾难 呼吁各国及友人伸出援手 并强调会严惩责任人 要他们付出代价 当局已宣布5号为全国哀悼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月5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 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卫文殿 习近平指出 今夕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他个人的名义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 致以诚挚的慰问 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 在4号发生大爆炸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王克简 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就指出 爆炸发生后 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家中被剥离划伤 接受治疗之后已无大碍 目前在黎巴嫩的600多名中国公民都平安 据我们了解这名公民是一个中资机构的工作人员 他在家中被冲击锅震碎的玻璃碎片划伤了脚趾 后来到医院进行了处理 已经没有什么事 很轻微的伤 在黎巴嫩一共有中国公民600多 其中有400出头 是我们中国在黎巴嫩的维和官兵 还有200人 就是教师 中资机构人员 留学生 还有华侨 这些中国公民都平安 我们自从昨天发生爆炸事故以后 我们就抓紧了解情况 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 然后与在黎巴嫩的中国公民取得联系 了解他们的情况 同时我们发布了安全提示 请在黎巴嫩的中国公民关注当地的形势 与此同时 我们还与黎巴嫩方面也是保持联系 好另外再看到 有在当地展开难民救助的中国志愿者表示 爆炸的港口是黎巴嫩最大的港口 未来将此可能会对医疗 食物供应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港口 丝毫发生灾难性的爆炸 有在当地开展难民救助活动的中国人说 自己的房子在爆炸时 发生了严重晃动 最初以为是发生地震 之后又听到一声巨响 他的办公室距离爆炸点 大约三公里左右 他拍摄的画面当中能够看到 附近的住宅玻璃碎落一地 救护车不断穿梭 但是当时的脑袋一片空白 又没经历过这种 所以就是只是坐在那边 然后就紧接着是那个 医生爆箱 以为周围的什么爆炸物 周围的房子爆炸了之类的 之后的话就是了解情况 我到我楼下的邻居那边 他们已经在打包说 准备要跑到东部贝卡地区 到山里面去避一避 然后我就也是说 想跟他们一起去山里面 去避一避 他说自己开展救助项目的 难民营距离爆炸点较远 目前了解的情况 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当前比较担心的是 爆炸的化学品造成的污染 当地媒体呼吁外出 要戴上口罩 在家需要关闭门窗 因为爆炸的港口 是黎巴内最大的港口 他担心未来会对当地的医疗 粮食供应产生巨大影响 正在初不了解情况 主要是带来的一些 因为它那个是港口嘛 后续的这些物品物资的问题 所以现在也是很多 一些朋友也是建议我赶紧去超市 采购 囤积一些食物 看到这边本地新闻 他们这边的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大的医院 是巴贝鲁特美国大学医院 那个地方是离爆炸中心很近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 它那个画面 就是里面是一片狼藉 就是很多东西都收回了 中国驻黎巴内使馆证实 有一名在黎巴内的中资企业员工 爆炸中受轻伤 已经接受救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五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深感震惊和悲痛 中方愿为离方 脱出有关事件 实现国家的发展 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凤凰卫视 霍维伟 王磊 北京报道 除了中国之外 国际社会也纷纷伸出援手 部分国家更立刻派出医疗队员 带同设备和人道物资 启程恢复当地展开救助 黎巴嫩内众部长表示 爆炸可能是由积存的化学品 销酸案引起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 美国军方怀疑 爆炸是一场可怕的袭击事件 在贝鲁特发生大爆炸灾难后 多国领导人慰问黎巴嫩 并表示伸出援手 部分国家更作严起行 土耳其人道救援基金会的人员 已经在事故现场 协助把死难者的遗体安放在世代内 由救护车运到医院 法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 也是在爆炸发生后 立即赶到现场协助救人 法国政府两架飞机 已运送数十名救援人员 一个流动医疗部队 带同15吨人道物资 启程前往贝鲁特 这批物资足以援助500名伤者 希腊一支搜救队 带同搜索犬盒特殊设备 乘坐军用运输机正前往黎巴嫩 协助搜救 波兰已经派出50名消防员 带同消防犬及化学救援组件 前往贝鲁特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英国已准备提供援助 包括协助受影响的英国国民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甘茨 已经通过外交及国防渠道 向黎巴嫩政府提供医疗人道援助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表示 将会派出救援人员和医疗人员 到当地提供协助 并且新建临时医院 又会出动5架飞机运送人道物资到贝鲁特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5号为爆炸的死难者及其家人 以及黎巴嫩祈祷 期望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 能够克服这个重大危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 在白宫记者会上 对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表示慰问 他也表示 美国已经准备好对黎巴嫩提供协助 不过他指出 美国军方认为贝鲁特的爆炸 看起来像是袭击而非意外事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多于黎巴嫩发生大爆炸 特朗普表示美国军方怀疑 爆炸是一场可怕的袭击事件 相关话题节目当中请到时事评论员 何亮亮先生来做分析 何先生您好 你好 你怎么看这个爆炸的原因还没有调查出来 美方就急不可耐的说 怀疑可能是一场人为的袭击 你怎么看美方的说法 是啊 昨天发生在贝鲁特的大爆炸 其实黎巴嫩官方的几个消息来源都说明 我想这个问题是属于黎巴嫩 或者是贝鲁特的有关方面 他们管理能力的问题 你想近3000吨的萧村安 已经在港口附近 在没有严格安全的条件下 存放了六年 所以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 它的发生爆炸 现在果然发生这样的爆炸 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 国际社会都纷纷表示慰问 并且临近的国家 主要是欧洲国家都已经开始派人 或者想要派人 包括物资去援助黎巴嫩 那么包括中国国家主席 也向黎巴嫩总统发了慰问电 中国驻黎巴嫩的400来名的维和部队 这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 因为他们在黎巴嫩已经比较熟悉了 也可能投入援助的这样一个行动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很奇怪的 那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呢 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 他说是军方的一个消息 但是我们看到其他媒体报道 美国军方说他们不相信 这是一次人为的这个信息 川普说话 这个我们说这个违反常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经常就是信口开河 这是川普总统说话的一个特点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做君无戏言 可是川普经常说的话就像是一个戏言 这样一种话非常不负责 也很不严肃啊 那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了 这个虽然是我们知道这个黎巴嫩 他国内他有这个天主教和这个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 他的这个地理位置呢也确实比较敏感 以色列跟黎巴嫩有矛盾 那么黎巴嫩这个真主党又受到伊朗这个支持等等 但是黎巴嫩无论是伊斯兰 还是这个真主党都已经立即表明了 他们没有发动这样的一个袭击 我相信他们也确实没有他没有任何动机去制造这样一场 一场这个造成大量伤亡的这样的一个人道主义灾 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可是川普却说可能是一个恐怖袭击 他也没有说是谁会发动这样的一个 谁有可能从这样的袭击当中这个得利 那么从这里再次看到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元首 经常这样信口开河的话 也反映出了这个美国在当前这个国际社会当中的 我想这也是他们这个地位的一种缩影 丧失大家的信任啊 他这么说确实拿不出什么证据 好 非常谢谢黄医生带来的分析 好 先休息片刻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您绝大城实施直通车 香港5号新增85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确诊病例连续第三天回落到100宗以下 累计增至3754宗 82宗本地感染个案当中有33宗源头不明 另外有70多宗初步确诊 再有两人离世 累计确诊死亡人数增至43人 还有一名初步确诊者离世 香港为胜防护中心公布 新增的82宗本地感染个案中 有49宗和之前的确诊个案有关联 另外有33宗暂时找不到感染源头 新增确诊者涉及多个护老院的长者和护理人员 指向公司Star Global群组再增6位确诊者 累计至少已有50人确诊 另外一名印尼籍外勇确诊 他在上个月底离开旧雇主后 先后在两个地方居住 至少与另外32名外勇接触 当中部分人已经回到雇主寓所工作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情况令人担心 正在联络相关外勇及雇主进行病毒检测 香港连续三天新增确诊个案维持在双位数 是否意味着第三波疫情有回落的趋势 对此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不能仅拼几天的数据来判断 一两天或两三天的数字 就很难代表真的跌了还是怎样 因为那个潜伏期都是有一段时间 所以都要看长一点 可能一两个礼拜的数字 因为其实我们的个案数字 基数都80多都很多 就算是没有源头个案都几十个 另外其实他们的发病时间都是近几天 所以他们是绝对有可能再引起更加多的传播 另外医院管理局表示 由于最近采用了新的出院准则 只要患者的血清验出抗体便可以出院 因此病人住院的时间比以往有所减少 缩短公立医院负压病床和病房的轮转时间 我们是测试我们一些血清里面的一些抗体 因为如果病人没有病征 他的血里面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有抗体的话 在科学上其实他们是等于已经康复了 而他们的传染率 传染给人的机会就会很低很低 所以就可以放心回家 如果医务人员通知得我们病人出院的话 大家都可以放心 我们一定是检查得清清楚楚 才会给大家出院的 另外海鲁德三宗输入性个案 分别由美国、菲律宾以及哈萨克斯坦回港 对于新日九龙的红看河土瓜湾 结识多宗确诊个案与多个鱼道有关 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 已经对采集到的环节案本进行检测 暂时结果全部呈阴性 武汉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先遣人员 在香港展开第四天行程 七名先遣队人员早上九点多钟 乘专车离开下榻酒店 再次到大部的华大金化验所 七人在华大逗留到傍晚六点左右离开 期间没有回应工作进展等问题 由广东省卫健委余德文所率领的 其余支援队队员 据了解目前仍在内地 另外有两名全国政协副主席 董建华和梁振英所牵头的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向内地赴港抗议支援队全体成员 发出感谢信 指支援队在危难之中及时前来香港救助 不仅加快了香港的病毒检测速度 扩大了检测范围 还帮助设立临时医院 汇集全港市民 相信两地医护人员定能携手同心 成功抗击疫情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先遣队员 在香港先后参观三间内地在港检测机构 其中一间检测机构华大基因 在香港的子公司华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合作检测方案依然在讨论当中 但中心有能力短期之内提高单日检测量至13万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七名先遣队员 目前正与多间内地在港检测机构洽谈合作 其中一间就是华大基因 位于香港的子公司华生诊断中心 中心董事长胡定旭连续多日 与先遣队开会讨论检测事宜 他表示目前并没有最终方案 但不排除会先从扩大对高危群组的检测开始 这个都是大家在研究 了解一下我们的流程 我们的容量的通量可以做到多少 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帮助香港整体 能够加大这个测试量 因为这个重要的 因为现在的高危群众有50万 我想如果你加上刚才我说的 公共交通的员工 超市市场 所以你加上你可能说了一百万人 那我们怎样的不要说大规模的社区警察 这一百万人我们怎样最快速度 是将这些高危去做呢 华生诊断中心也是特区政府聘请的协助检测机构之一 主要负责检测出租车司机及安老院社员工两个高危群组 目前已经完成五万个检测 中心承诺从采样到得到检测结果只需要24个小时 胡定旭表示中心有能力短期内提升化验能力 只单于13万个样本 政府是需要做大规模的检测的事件 我们可以很快之内 是可以将这个三万单管是提升到13万的 其实比如大规模的测试 你可以做三合一五合一 什么意思呢 比如有100个三分进来 我不用做100次 比如我将它分开20支管 中心的实验室已经采取24小时运作 除了加大自动化处理能力外 也已经自主研发香港制造生产的检测试剂盒 香港目前的病毒检测费用高昂 未来要展开大范围的病毒检测 应该如何定价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华大精英强调 定价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尽快地加大 社区病毒检测量 凤凰卫视胡晓彤 香港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5号 在中国国心办吹风会上表示 新疆沃鲁木齐和辽宁大连疫情 快速发展势头 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两起疫情呢 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疫情初期呢 发展进展的比较迅速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以轻壮年的一些感染者为主 我们统计呢 新疆的病例平均的年龄是35岁 大连的病例呢 平均年龄是41岁 那么由于是以轻壮年为主 也就决定了 他们具有第三个特点 就是这些病例是以轻症和普通型为主 所以总体的这个情况呢 不是病情不是很严重 在两周内呢 就已经有病例出院了 江雅辉表示 疫情发生后 国家卫健委 第一时间向两地派出疫情防控工作组和强有力的专业技术力量 迅速展开流行病学调查 快速发现潜在传染源 在两地对核酸检测阳性的直接和间接密切人员进行了集中隔离观察 组织两地快速提高核酸检测能力 尽最大可能发现感染人群和感染病例 尽最大可能提高医疗救助效果 从湖北北京等相关省份调拨了恢复期患者的血浆 给两地用于加强患者 特别是重症患者的救治 江雅辉表示 两地疫情快速发展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防控救治 溯源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根据辽宁大连5号上午召开的疫情防控会 8月4号全天 大连没有新增本土确诊感染病例 这是7月22号以来 大连首次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另外大连市市场监管局表示 已经下架封存凯阳海鲜公司设议产品 并排查了2000多家进口水产品和肉类企业 发布会上 赵连介绍了大连当前疫情情况 截止8月4日24时 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89例 新增一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4例 有3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出院 8月4日当日完成核酸检测8万余人 大连市卫健委还通报 大连市实行一人一测 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将在北部地区的城区和各个乡镇保留一个采样点 对未进行核酸检测人员进行补检 做到检测全覆盖 赵连表示 为持续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大连市加强医护力量和医疗资源统筹 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功夫 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 对非重症患者主要采取了抗病毒治疗和中西医结核治疗 对合并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特别针对基础疾病孕育治疗 对重症患者主动采取抗病毒治疗 抗服期恢复期血浆治疗 辅助通气治疗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患者及无症状感染者 实施中西医结核治疗的方式 另外 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文涛在会上表示 7月22号疫情发生后 大连监督经营者停止销售 下架封存设施产品 第一时间排查凯阳公司经营门店 及进口销售情况 采取停止销售 下架封存等措施 并按规定程序 将凯阳公司销售信息 通报省内其他市 其他省去市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片刻 稍后关注王毅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人为制造 所谓的新冷战 一会见 好 欢迎一句搭乘时事直通车 中国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5号接受新华社专访 重点谈及中美关系 他批评美国有政治势力 恶意抹黑中国 意图影响中美关系 王毅同时强调 中美利益与共 随时愿与美方重启 各层及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王毅表示 当前美国一部分政治势力 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仇视 编造谎言恶意抹黑中国 阻挠中美之间的正常往来 此举是想复活麦卡锡主义的幽灵 把中美再次拖进冲突与对抗 把世界重新推入动荡与分裂 中方不会让这样的阴谋得逞 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 对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 美利街政府对华接触政策失败 王毅指 这种论调也是重拾冷战思维 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的成果 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 也是对两国人民的不尊重 王毅表示 长期以来 中美两国通过优势互补 互利合作 形成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的快速发展既得益于 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开放合作 同样 中国的不断成长 也反过来为美国等提供了 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 王毅表示 中方一向主张 中美两国发展不是非此其彼的关系 完全可以相互借力 相互成就 当前 世界经济正经受疫情严重冲击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理应坚持平等互惠 以合作而不是脱钩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王毅说 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 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王毅表示 中方愿意堂堂正正地 与美方开展坦率有效的沟通 准备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 随时可以与美方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 中方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敦促美国放下傲慢和偏见 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 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 回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 这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飓风伊萨亚斯3号晚间 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登陆之后 风力不断变化 并向东北方向移动 吹袭费城 纽约等东岸大城市 造成了北卡罗莱纳州 马里兰州 纽约州的纽约市 还有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共6人死亡 在北卡罗莱纳州 风暴席卷过后 大批房屋被移位屏蔽 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洪水夹杂着树枝和淤泥 多辆私家车深陷其中 特拉华州有树木被狂风 拦腰折断 在新泽西州 大阳城发出龙卷风警告 有市民拍下了树木倒塌时 刮断电线导致停轿起火的可怕迹象 记录下这惊魂一刻的母女描述 在树木倒下的前一刻 有一辆小汽车刚刚经过 险象还生 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海洋岛海滩 也有房屋相继失火 当局派出消防车前往救援 截至美东时间 星期二晚上10点左右 美国多个州 约370多万用户断电 纽约市电力公司表示 除了2012年的超级风暴桑底外 伊萨亚斯造成的停电 比其他任何风暴都多 纽约市紧急应变部门 向五大沿岸地区发出水禁警告 并在低洼地区堆放沙包 防止海水及河水倒灌 为了应对风暴来临 东岸各州均开始了针对居民的疏散计划 多地宣布暂停新冠病毒检测门诊 美国红十字会日前表示 正在调整救灾计划 将为疏散居民开放更多的避难所 减少人员聚集保证局面安全 凤河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5号表示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 将在未来几天率团访问台湾 阿扎将成为1979年以来 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 美国在台协会5号引述 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的话表示 阿扎这次访台是深化美国与台湾 公共卫生合作的机会 美国在台协会指 阿扎这次历史性的访问 将强化美台伙伴关系 并促进美台对抗全球新冠疫情的合作 协会表示 阿扎将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 会见台湾资深公共卫生官员 新冠疫情医护人员及专家 以及其他台湾伙伴 共同讨论防疫措施 全球卫生 美台伙伴关系 以及台湾作为全球医疗设备 和关键技术的可靠供应者 在访台期间 阿扎也将向公共卫生研究生 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培训计划的学生 发表大型演讲 阿扎此行参访 将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 美国疾控中心首席医疗官 沃尔夫等人陪同 如果最终成行 阿扎将成为首位访台的美国卫生部部长 也是六年来首位访台的美国内阁成员 以及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 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美国卫生部长计划访台 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中方已经就此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官方往来 汪文斌还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 也是最敏感的问题 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美国在台协会5号表示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 将在未来几天内率团访问台湾 将成为首位访台的美国卫生部长 也是时隔6年 美国内阁成员再次访问台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一贯明确 中方已就此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汪文斌表示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一切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一切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汪文斌在最后还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 任何无视否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 都将以失败告终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五号晚应询回应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 他还说民进党当局 邪阳自重甘当棋子 与美方勾连获取政治私利 损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是十分危险的 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凤凰卫视 霍卫卫 王磊 叶博健 北京报道 台湾当局在南海掌控东沙岛和太平岛 两个岛屿 近日传出 台军为了强化战备能量 以疑讯名义 派驻海军陆战队进驻东沙岛 并部署刺针防空飞弹 还有反装架火箭弹 在必要时 还可能增兵到太平岛 协助东沙岛的防务 由台湾官方掌控的东沙岛 近日传出 军方派出海军陆战队 加强连官兵助手 增加东沙岛的防卫能量 东沙岛它的战略地区很重要 它可以在西控 在大陆这一带 广东这一带 它也可以 这个去东控巴士海峡的进出 进出口 都被它长身飞弹 长身反舰飞弹 都可以在射程里面 东沙岛战略地位重要 近日又传出 台军在岛上部署 刺针防空飞弹 以及红准反装甲火箭弹 但专家评估 这两款武器 无法在东沙岛发挥极大作用 射程的问题 你这个刺针是短程的 就差不多10公里左右 那如果你能够在50公里 甚至比100公里以外 把这个敌机把它摧毁 那安全是不是更好 那你说 红准火箭弹 它也是近战的 反装甲武器 它不是飞弹 它是要瞄准发射 那敌机如果从海上这样过来 坦克跟这个两栖的 这个预兵车过来 海上会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不是那么好打 你要进入 接近到300公尺以内 你才能打 太远你打不准 由于东沙岛地势平坦 无险可守 有消息指出 台军在必要时 可能派遣兵力到太平岛 增援东沙岛 面对诸多传闻 台军表示 对于台湾和南海周边动态 严密掌控 凤凰卫视蓝镜图 王诗凯台北报道 世界品牌实验室 5号在北京 发布了2020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 榜单品牌 总价值超过24万亿元 平均品牌价值 比去年明显提升 其中凤凰卫视排名第69位 在传媒行业位列第4 也是连续17年登上榜单 世界品牌实验室5号 发布2020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 根据财务消费者行为和品牌强度分析 做出了排名 今年国家电网位列榜首 品牌价值超过5000亿 和工商银行海尔腾讯中国人寿 共列榜单前5名 而榜单所有品牌的总价值超过24万亿元 平均价值接近500亿 与去年的437亿相比明显提升 在传媒板块 凤凰卫视位列第4 连续第17年登上榜单 分析报告指出 不论是从品牌发展的经济基础收入水平 还是从体验经济和体验消费的角度分析 中国品牌时代已经到来 好 休息一下 回来关注的是 针对蓬佩奥就香港警方通缉6名逃亡海外港人的言论 中方做出了回应 一会儿见 好 欢迎您去搭乘时事直通车 来关注的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4号对香港警方上周通缉6名 涉嫌违反国安法逃亡海外的嫌疑人仪式发表声明 声称中国的做法如同威胁主义的长臂管辖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号回应指出 香港警方依法通缉犯罪嫌疑人是正当的执法行动 也是各国警方打击犯罪的公认做法 任何外部势力无权说三道四 近期蓬佩奥一再就施港问题发表错误言论 对中国依法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正当之举 说三道四 横加指责 这些政治谎言毫无事实依据 中方已就此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 香港警方依法通缉犯罪嫌疑人是正当的执法行动 也是各国警方打击犯罪的通常做法 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说三道四 我们敦促蓬佩奥等美方政客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4号回复记者查询时表示 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法国停止批准与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 发言人表示 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法律 法国政府为了政治目的 以中国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为借口 宣布停止批准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 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特区政府对此强烈反对 发言人指出 法国政府停止批准移交逃犯协定 让犯罪分子继续有机会逃避法律制裁 法国要就此向国际社会做出交代 5号现货黄金升破2000美元之后 一度充至2048美元每盎司 再度刷新了金价的历史高危 有学者分析 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较大 短期之内黄金价格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伴随着全球央行向经济注入 大量流动性 以及新冠疫情影响 金价持续上涨 总体来看2020年黄金期货价格 涨幅达到34.02% 学者分析短期内黄金保值功能依然强劲 未来它上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就来自于可能是 包括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推进 就大家对避嫌情绪这方面的推进 那么如果看本轮黄金价格的上涨 其实核心的因素 就是来自于全球流动性的泛滥 那么当这个新冠疫情 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有效的控制之后 其实就是说我们投放这么多流动性之后 从这个最早的救济 到慢慢的释放出来 也就是流到黄金里面的 避嫌的功能会进一步的提升 同时的话 我们也可能会看到呢 就是你货币的量投放比较大的时候 全球的负利率的债券规模会进一步提升 这个结果也会客观上 推高了黄金的价格 所以从短周期来讲的话 黄金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强势的这种状态 对于全球疫情 在秋冬季再次复发 对金价影响 学者认为 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 不会对金价持续性上涨 形成长期因素 主要在于美国与欧洲的通胀水平 如果说通货膨胀的水平会提升的话 能会导致全球的实际的负利率的 这个程度会在加深的 如果全球负利率的实际的负利率 程度在加深的话 那么黄金价格也是会有上涨的 这方面的动力的 值得关注的是 短期内黄金价格 或可在就业数据回落 以及财政刺激 不及预期的因素影响下进行调整 富豪卫视高位家 葵静上海报道 国际美元会价 周三再度下滑 提振人民币汇率 G7会价大幅上扬 不单创出近五个月新高 同时全年累计再度转身 美国国会就延长薪金补贴 等支持经济措施的争论不休 增加了联邦储备局 采取更多措施 支持经济的机会 拖累美元会价 周三再度下滑 对大部分主要货币会价下跌 美会指数一度失守93点水平 人民币跟随非美货币的升势 中间价上升51个基点到6.9752 是上月22号以来的最高位 G7会价大幅高开后持续强势 收盘大涨290个基点到6.953 刷新3月11号以来的新高 进入夜市时段 G7会价持续强势 曾经突破6.94水平 G7会价近日持续上升 以超越去年的收盘价位6.9662 时隔5个月后再次全年累计转升 升幅有0.19% 离岸会价针随强势 在欧洲交易时段突破6.94水平 创出3月上旬以来的新高 与价案价的价差接近消失 新兴市场其他货币方面 泰国央行在议息后宣布 维持指标利率在半离的历史最低位不变 并指出预计经济状况没有预期恶劣 而且有缓不复苏迹象 泰铸汇价一度攀升至一个月新高 但在央行警告可能会对强势汇价采取行动之后 泰铸升势放缓 同时马来西亚林基特和韩元等货币也走强 但土耳其里拉大跌 使首期对一美元大关到12周最低位 凤红一世综合报道 好了 看两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护生股市先跌后围混 半导体疫苗和军工板块集体上扬 支撑了市场情绪 带动两市喘定回升 户指收盘上升0.17% 而生成指则上升0.72% 相关股市突破25000点关口 到接近两周最高位 市场对内地经济保持信心 加上隔夜美股上扬 推动恒生指数收盘上升 0.62% 至于台湾股市突破12800点 刷新历史新高 虽然外资转为卖超 但隔夜美股攀升 带动了电子股持续向好 价券指数收盘上升0.73% 好 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消息 我们交给气象主播王毅 那整天的时事直通车 2020年8月5号 比方叔在香港 祝您健康 平安 再会